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大家 就是阿龐剛才講的那些 其實叫精緻澱粉 其實澱粉是需要身體 需要的營養素 但是最好的澱粉 就是顴骨類跟根筋類 就是五穀類的 還有根筋類 譬如說地瓜這一類的 其實這些是好的澱粉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吃的 像阿龐講那些 都是叫精緻澱粉 那地瓜球呢 不行 就是從澱粉變成精緻澱粉 西梅姐妹油炸的 真的 我每一次就是會用地瓜球 對啊 你就會感覺它是地瓜 很健康是不是 那就是陷阱啊 那就是陷阱 洋芋可以嗎 如果是真的 是用震盪的方法處理是OK 什麼叫震盪 震盪的方法就是 我會用過多的油 我用過多的高溫 水準的 水準的原味 我剛好一震盪我現在 馬鈴薯泥你壓成泥 那種我覺得很OK 我聽說震盪我講說 偷懶的馬鈴薯不行 你都這樣帶牌 買來就可以 馬鈴薯是這樣 油脂不是也是 人體也是需要的 也是需要 但是那麼高溫 就是200多度的情況下 油會變質 它會變成反式脂肪 因為其實我們很大量 對 反式脂肪 我們運動如果很大量的話 其實我們不怕油 因為那個都可以變成能量使用 但是如果你是反式脂肪 就是高溫底下烹煮的 用不掉 這樣運動竟然分成兩種 一種叫合成型的 一種叫分解型的 如果說它真的有做到 它那個分鐘 那個十三分鐘 十三分鐘的話 它真的會達到一個分解型的效果 就是所謂的分解型 就是你可能會消耗了一些東西 對 可是問題是運動真正的價值 在於我們要合成一些東西 就是說所謂的家務的這種勞動 跟我們健身的運動 它真正的區別是 健身運動它是會向上適應的 就是說我今天可以推10下 但是我休息之後 我明天可以推12下 我休息之後 我後天可以推15下 你的整個身體有在往上走 你的健康狀況在往上走 那是不是你們健身房 你們教練的一些話術 就讓我們這些平凡的家庭主婦 加入會員 買會員 你說不可以這樣子 斷斷續續這樣 就是說它做的這種叫分解型的運動 那它確實如果時間夠長 它確實會消耗卡路里 你身體的健康狀況 它不會改善 那就是你會消耗掉 你每天吃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要運動 你不能用這個東西去取代運動 運動 是因為運動真正的價值在於 它會合成 它會讓它提升你的肌力 提升你的代謝量 這才是我們期待 透過運動達到的目的 那它就是真的想要運動 可是又想要這個線條 它剛剛我覺得好像滿載 我手的線條 等一下我會適合這個基礎 就是真的用彈力帶來幫助你 可以提升你的肌力代謝力的 一個動作 好 你不說 這旁邊מת 你不做 他要拿最後一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